一场媒体会私运动开始了,英国王室的形象,在这个过程中,下降到不可想象的低谷。 1993年1月14日,澳大利亚杂志新观点,发表了一段电话录音, 我爱你,你知道,我为你而骄傲,哦,是我为你而骄傲,别傻了,我什么也没做,你最伟大的成就,就是爱上了我,哦,亲爱的,爱你很容易, 和你忍受了极大的居辱,痛苦和公义的诽谤,哦,亲爱的,不要说傻话,我宁愿为你忍受一切,无论是什么, 这就是爱情,这就是爱情的力量,法安那个声称,你最伟大的成就,就是爱上了我的男人,就是查尔斯王子,对方当然就是卡尼拉。 他们两情浅浅的对话,发生在1989年12月,对话中充满了热恋情人的亲密傻话,卡尼拉,就像那个电视节目你知道的, 哦,开始这个星期,没有你在我身边,我实在无法开始这个星期。 查尔斯,让我来给你充充点卡尼拉,哦,那太好了。 查尔斯,这样的话,你就能应付那卡尼拉,然后,我就没事了查尔斯,可我怎么办? 问题在于,我每周都需要你好几次呢,卡尼拉,和我也一样,整个星期我都需要你,每时每刻。 查尔斯,哦,上帝,我要是能够生活在你的古党里或是别的什么地方,那可都容易多了。 卡尼拉,放声大笑,你想变成什么? 一条内裤,两个人都大笑起来,卡尼拉,真是个好主意,你要重新脱身为一条小小的内裤。 查尔斯,要是变成丹币斯外生年桥的品牌,那才是我的福分。 卡尼拉,你可真是个大傻瓜大笑,这主意太妙了。 查尔斯,我被扔到厕所的抽水马桶里,我在上面不停的转啊转啊,一直不沉下去卡尼拉,大笑哦,亲爱的。 查尔斯,一直到下一个棉条的到来24小时之内,该事件成为全世界53家报纸的头版新闻。 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一成各国文字的完整对话,而在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和南非的电视与广播上,则播出了实况录音。 在法国,奇怪的是,对话中被认为最下流的部分,已被报纸查尽,也许是不允许丹币斯做地下广告吧。 在到不列颠倒和美国,姑娘们买卫生棉时,不再称呼卫生棉为卫生棉,而是叫查尔,查尔斯所受到的羞辱,不仅来自外部世界,他的父亲,情人无数,却从未报路非文的贝利普亲王,对他恼怒万分。 你怎么那么蠢,被人发现了?你能否告诉我你要做的下衣? 一件蠢事是什么?仿佛这出闹剧还不够热闹似的,没过两个月,1993年3月,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局《太阳报》,也在首页发表了一段电话录音。 太甜蜜了,我们在一起时实在太美妙了,看来星期二我们不需要晚餐了。 不,我根本不需要任何晚餐,只要能看见你,我的一切愿望就都得到满足了。 这是发生于1989年12月的另一场对话,这一回,女主角是戴安娜,男主角是救气车商人张姆斯。 吉尔贝,一个笑容满面,随时会爆发出大笑的男人,是戴安娜多年的朋友。 在张姆斯,修伊克被调往德国之后,他们开始密切往来。 在戴安娜寻找自我的过程中,懂得倾听和安慰女人的吉尔贝,为她提供了她所渴求的东西,崇拜和宠爱。 对话非常亲密,以至于太阳宝不得不删除部分过云露骨的内容。 这集中有一段对白似乎证明王妃与吉尔贝之间,有过亲密关系。 戴安娜,我真的不想怀孕。 吉尔贝,呜,亲爱的,这事儿不会发生。 你不会怀孕的。 戴安娜,哦,但愿如此。 吉尔贝,别再这样愁眉苦脸的了。 不会的,亲爱的,你不可能怀上孩子的。 戴安娜,今天我看了东方的末日,其中有一个女主角生了个婴儿。 人们都以为,那是她和她丈夫的孩子。 其实不是的,那是她和另外一个男人生的孩子。 吉尔贝,哦,乖得,闻闻我。 嗯,上帝,太棒了。 感觉太棒了,对不对? 你是不是很喜欢这样? 戴安娜,我喜欢,我喜欢。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喜欢过,你不知道我究竟有多么喜欢。 吉尔贝,呜,我知道,亲爱的。 我觉得和你靠得很近,被你抱住了。 我在抱着你,保护着戴安娜。 哦,太棒了哦。 来把删接吉尔贝。 亲爱的,我这仿佛是,啊,仿佛像戴安娜,摆弄自己那个。 吉尔贝,什么? 哦,不,我没有。 事实上,我戴安娜,我叔好像是在好像在吉尔贝,扶弄自己。 戴安娜,对。 吉尔贝,我感觉不是太好。 哦,不,我没有扶弄自己。 事实上,我已经连续48小时没有,至少48小时都没有了。 哦,再告诉我些什么戴安娜,我一天都没那个了。 吉尔贝,你没有? 戴安娜,是的,一天都没有了。 在整个录音中,吉尔贝有53次称戴安娜为亲爱的,有14次称她玩Skegee,闻香软玉。 戴安娜还提到了詹姆斯。 修伊特,从头到脚,满满全全都是我给她买衣服包装起来的。 那个男人真的让我负费了许多。 她还表达自己要做一些戏剧性的事,来打破这个为查尔斯弄得像一个真正真正的折磨的生活,我要走出去征服事件。 以我的方式做自己的事,把她查尔斯抛在身后。 这是戴安娜深藏的隐秘梦想。 戴安娜早在1992年8月就得知消息,她焦虑的等待着噩梦成真。 这段时间对她来说是几年来的最低点,她的自我意识被摧毁了,一击正一度恶化。 为什么1989年的两份录音到这时才公开出来? 显然,窃听和录音的人深习王室内部的风波,并且非常清楚,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段电话录音是安全的,因为王室已经无法掩饰她内部的裂痕了。 戴安娜后来在接受英国广播电台电视采访时说,发表录音,是为了崇重地伤害我,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,身处保护了,也就是说,身处我的家庭之外,会是什么境况? 这是为了让公众改变他们对我的态度。 你知道,这样的话,如果我们离婚,握丈夫手中就会握有更多的台,这非常像一个纸牌游戏,一场棋局。 这些话并不公平,因为卡斯伯没有提到,任主王室内部的查尔斯,也遭到了同样对待,媒体并没有偏看任何一方,只是追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罢了。 事实的真相是,这两盘磁带的录制不过是他。 门夫妻争斗的结果,在1989年底,当戴安娜拿着查尔斯和卡米拉电话录音的磁带,要求查尔斯与他分居时,查尔斯立即就做出了,反应不是同一分居, 而是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,也偷偷录下了戴安娜与吉尔贝的对话。 两盘录音带,先后公诸于众,显然是戴安娜和查尔斯斗法的结果。 从戴安娜有意模糊事实的抱怨,和她接受采访时对媒体的拉拢姿态, 永远记得在批评媒体之时,表示自己与媒体曾经有过很好的合作, 我理解她没有自己的工作要做,她已经是一个非常善。 是啊,是一个非常善。